传统功夫 身高重要吗 现代竞技认为 同等技术前提下 身高体重 占绝对优势 虽然武林界也有一立详实惠的说法 但也不乏身材瘦小的实战好手 难道功夫如此神奇 能超越体格的束缚 不要迷信 不要迷信 地球上一切的物理攻击 都离不开动能定律 动能等于质量乘以速度的平方除以二 过去生活条件受限 一些武林前辈习武之前 都是体弱多病 错过了黄金生长期 导致成年后身材矮小 身高 体重 臂展 全都处于劣势 不过 还能在速度上下点苦功夫 难道传统功夫的速度训练 能有奇效 其实不然 经过训练 速度的确会有相应提升 但也不至于大幅度超越到足以弥补先天体格的不足 那么最后 只能在技巧上做文章了 首先 合理利用地形环境很重要 那他街道就那么宽 对吧 你一个人拿一根棍子就守一条街道 后面的人全跑走了 其实以前的拳都是根据当时的环境来的 各门拳中 都是当地环境的场物 不同门派的拳法 会有不同地形作战的侧重点 如南方拳 大多善于象战和水战 北方拳 则多善于平原战 还有些陆林拳法 擅长山地战和夜战 明白了自己的长相和短板后 独立的环境 尽可能远离 并想办法将对手引入到自己擅长的地形环境 便能让对手水妥不服 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胜算 曾经隐匿在南方的反清复明意识 面对身强体重的清兵围剿时 便合理利用了山地战 船战 水战等优势 将对方或是带入山林 或是引上船 拖下水 便能让善于平原战 但不善于水性的北方士兵 极度不适 还有就是合理使用兵器 所有功夫门派都有自家的器械训运 要知道 无论你身高1米2 还是身高2米2 眼睛尽杀都是一样的难受 身体其他要害部位也是同理 双方泄斗时 体格越大 被打击的目标也就越大 身材矮小 则可以配合山间穿越 翻墙 上树等灵活走位 游击 伏击对手 反而成为了一大优势 如果你不信邪 就看看如今的特种兵 经受干练的体格 更适应多元化作战 这都是些出浅的案例 如果你有更精彩的战术分析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功夫是技法和兵法的结合 没有绝对优势 只有相生相克 点赞 关注 好戏 在后头